上一笔财 竟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那今天台子呢 7月台子结算 拉高结算 那刚好碰到呢 美国股市大涨直接开很高 嘎空以后到尾盘这里往下掉 因为嘎空结束嘛 但是你要注意尾盘这里 一点半以后往上拉 这代表的是什么 是8月台子 7月台子嘎空结束 所以这个盘不要看淡 那今天来讲台子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10分钟K线来看 是怎么跌就怎么涨 我常常讲 怎么落就怎么起嘛 尤其之前 在台积电法售会之前 我怎么跟大家谈 在这个位置 这7月14下午台积电法售会 前一天7月13号国安基金进场护盘 1万4记不记得 那大家在等法售会我怎么讲 我说外资在这个地方 7月台积电已经买超了 华社会根本不用看 而且台积电一旦买超 外资买超 那代表什么 代表台子期你不能做空 就很多人听不进去 去给它办康 大概有800点 相当可惜 那下次记住台积电在涨的时候 台子你要做同一个方向 那今天整个大盘 这里拉回有没有关系 其实没有关系 它本来就金金涨 我昨天有一个重点 昨天你看节目 只要看到这个重点就可以了 上半年连续重挫 跌了4000多点 第三季 它会足底 扩底 什么叫足底扩底 7月开始足底了 扩底 它不会连续急涨 一定倒倒去 走走去 慢慢去 那第三季压力在哪里 这个跌码15650是压力 那14500是支撑 那1万是这国安基金的底线 那接下来第四季怎么样 选举啊 这张图你要记住啊 你要享受红利啊 两年一次啊 那如果你上半年被修理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你更要享受啊 因为选举一定复盘嘛 国安基因都进来了 那接下来呢 第三季 能不能赚到钱 就看你怎么选股嘛 买对才会赚 第一买 赚更多 记住这十个字 那记住这一张图 那记住这个K线 今天收黑 没有关系 因为这里连续涨 拉回很正常 这里为什么涨 台子结算 加空嘛 那台积电 翻多 台子你就不能做空嘛 那八月台子呢 开始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尾盘 这里往上拉拉 是八月台子哦 所以八月也不用看淡嘛 但也不是很好 就是金金涨嘛 慢慢涨 大雄去七百几点 我再给大家提醒 上礼拜这个利空 升息要看四码 有人看五码 结果当天没有跌 美国股市没有跌 台股也没有跌 那到现在呢 美国股市还大涨嘛 那为什么这样 那还是回归 这张图嘛 因为美国第一次级的选举啊 所以上半年 能够让他重做就让他跌 跌越深越好嘛 那最近为什么不会跌了 跌得够深嘛 那跌得够深以后呢 选举就好选啊 那这个地方会不会破底 不会破底嘛 那重点来了 大盘金金涨 慢慢涨 买对才会涨嘛 那买什么股票 这前几天呢 跌得超过五成 跌那么深 能不能赚 能不能赚 能去高空了 南天竟然去十三个股票 深深去六股票 这是主底 这是主底 机会都在嘛 我说你如果错过七月初 杨明光往上涨五成 那接下来呢 国安基金进展护盘啊 上礼拜这礼拜都还有机会嘛 我都有事先讲哦 事实上去了 那这宅板呢 包括锦硕也上去嘛 那这三档呢 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你选一档嘛 其实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那这个地方南天 你看它中错 我常讲这个地方天亮在这里嘛 这叫极度的悲观 极度的悲观 那今天往上起掌亮出来啦 那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 这里是不是底部 星星也是一样啊 那是不是底部呢 我们还是要看EPS嘛 那这种股票呢 每个人抗华不一样都尊重 但是我们用什么样 用筹码 用EPS来跟大家谈 我们看星星 去年第一季EPS赚多少 1.45 今年第一季赚3.84 那这个是倍数成长 不止一倍嘛 那第一季赚这么多 结果上半年重挫 这第一档呢 大盘又止跌了 所以往上走了嘛 那南天也一样啊 去年第一季赚2.45 今年第一季赚6块 这又不止一倍嘛 从高档一路跌 跌多少 跌幅超过五成嘛 那这个地方 很多人这里不要买 不要买 刚好卖在这里嘛 这个叫什么 有融资断头了 有非常悲观的 自己卖的 那极度悲观以后呢 就上来了嘛 上来今天亮针 有点突破颈线 对不对 那这里是不是起涨 就续报嘛 今天都大器啊 这几天都有机会买啊 这都有机会 机会都在嘛 细致财啊 它从多少 从331块跌到143.5啊 331在哪里 在这一个位置啊 跌到145 自由落体 MACD互乖离 那么大 机会都在嘛 我说跌了五成 可是EPS是倍速成长啊 那这种低买 你就有机会赚钱嘛 我说我在操盘啊 你要跟上脚步嘛 从之前的工业电脑 从光学仪器 阳明光 从载版 从IPC制裁 买对且低买嘛 那同样的 我们再看一下呢 它110年第一季赚多少 赚0.68 今年第一季赚多少 赚2.7 这不止一倍啊 这是乘以4啊 去年赚4.65 今年可以赚超过10块 那是倍速成长 那同样的状况啊 跟南电一样嘛 这个大量 又一堆人在这里极度悲观 卖在最低点嘛 那现在是上来了 我说80%是输家嘛 恐慌啊 那你去回想啊 月初上礼拜 多少老师不敢买 或看空 那我说现在空头都不见了啊 只有20%是赢家嘛 买对低买嘛 那细致财 这样是不是上去 这叫巴尔理论嘛 那细致财呢 资源算是比较低价的 其实还有像立望 立望是高价的 清新科也是西智财 爱普也是西智财 世新也是西智财 那同样的状况 西智财呢 你买一档就可以了 载板买一档就可以了 光学买一档就可以了 一档一档操作 股票不要太复杂 但是买对族群 你才会赚 低买 你赚更多 那机会是不是都在 这前几天的事情啊 可以上网路 看重播嘛 今天是不是都去 南电前一天也讲啊 新星也讲啊 那今天大盘尾盘拉回 该涨的股票还是涨嘛 那这个地方呢 选股不选市 那操作上呢 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股票 可以逢低布局 那我一直希望呢 第三季 大家能赚大钱 而且呢 你一定要赚 因为呢 这是选举的红利 那另外呢 台子棋 你会不会股棋双赢 还是双输 那八亚台子刚开始呢 你要跟上脚步了 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 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 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扩短操作 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 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这部专线 零二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东部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东部 值得托付 零二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欢迎回到现场 那这一天震荡 机会一直都在 但机会来了以后 你又没有出手 你要先做好功课 不要又乱追 像你低买的话 自己人是上去了 买对且低买 对不对 这前几天都有讲 那包括昨天 我们第二段 跟大家谈一谈 今天望海除息 那昨天 望海几乎涨停 带动长龙往上走 对不对 那我说今天你要注意望海 那望海今天怎么样 今天贴席 开高以后尾盘往下掉 那长龙呢 他一样是跟着开高对不对 但是这个价位 你要注意这个价位93.2 昨天跟大家谈什么 长龙昨天高点也在93.2 那这个价位为什么压力那么大 但你要回去6月底 6月29号他除息那一天 这天 除息开高 我说法人在卖 很多账户除息进去追 套牢嘛 那这个价位我说你要记住 这6月里到除息高点的时候 这3万几张 这个开盘 什么人买3万几张 法人嘛 那我说法人为什么卖 因为他赚钱 这是除息那一天 跟大家谈的 我再度讲 我没有货柜股 我只是说很多投资人有 我提供你看参考 怎么样去看操作 这6月29号除息这一天 收黑出现大量 一大堆人套牢 那为什么法人开盘会卖 因为法人在这里护盘 上去赚钱 赚钱除息又开高 3万几张怎么来 就是这 3万几张法人卖 所以我说这个叫你要记住 这个叫93.5 那法人卖代表什么 很多赏户在这里套牢 9.3.2 这6月29号 9.3.2 你要记得住 赚钱不会自己掉下来 很多事情你要做功课 那昨天高点来到93.2 今天93.2还是没有过去 那代表什么93.5 附近压力很大 你有很多赏户套牢 那接下来 望海贴席 他就跟着下来了 那长龙下来 扬明也下来了 那为什么 我说建议换股操作 他已经碰到93块 这个价位四次了 这是6月29号除息这一天天亮 有没有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都来到这附近 一直没有过去 而且你看量少 量缩 你怎么样去突破这个价位 所以我会建议你换股嘛 那你不换股有可能又怎么样 拉回 那就算不拉回也很难突破嘛 那今天望海除息呢 他又出现同样的问题了 又是大量 昨天晚上拉大量 今天开盘又大量 上来扭上来买 你自己去算嘛 那这边又是大量 那至少短期内 他要整理嘛 就算大盘金金掌 他没落 但是他也返去嘛 所以我才会建议换股操作啊 那你这里换股操作的话呢 你像资源也很好啊 ABA会也很好啊 栽板也很好 对不对 那你何必一定要操作这种 上涨较不辣 不小心就掉下来 那你为什么找一些 足底往上走的 你才有机会赚到波段嘛 你不知道要换股 这就有这么亲 这亲切去就一两席嘛 三席五席都有机会啊 他还在整理嘛 那之前呢 五月份的时候 我也是建议你换股啊 那时候我跟大家谈什么 那时候换股呢 户顶 这五月嘛 我们装的市城卖掉了 掉下来对对 我代信代出哦 没有坑沙会员 头肩底架构 你要这样看嘛 那也是EPS倍数成长啊 那整理的时候全部成交嘛 那这是什么时候 这四月份啊 五月份啊 该换你不换 那户顶 顶管去市城 他又打底 那这又来这嘛 要不要换 那你看量价看筹码嘛 那七月的时候你换阳明官一涨又是五成啊 买对股才会赚嘛 那低买赚更多嘛 那户顶阳明官以后呢 你还是不换 那现在资源又上来了 那价位差不多嘛 都一百块上下 换股操作很容易啊 所以我才会建议你呢 换股嘛 那这个量没有来对不对 那望海除息又不理想 那又出现大量跟长龙一样 那今天呢 资源上去了 南电也上去了 那这个也是足底啊 但是足底已经成功往上走了嘛 突破颈限了嘛 那阳明旺海呢 长龙还在做整理嘛 虽然我说换股比较快 那你不一定要当股会员 都一样 足底的股票往上走 但机会来了 你就要出手嘛 不要浪费选举红利 也不要乱追 又出现套牢 我们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 经济短线与扩短操作 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知识专线 022752586827525868 城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回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城东东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同步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美股大涨 美股是站稳月线 我们这里稍微拉近 它站稳月线 而且突破颈线 挑战季线 它比台国还要强势 那你昨天低埋 今天大盘开高 又坐轿 不要追 7月台子结算 强势嘎空对不对 撑到12点拉回 那这个大涨小回 还涨金金涨 还是兜头架构 没有问题 资源EPS 今年可以赚10块 下周二法售会 第一买坐轿 跌生的载板 南电新兴间都涨 那我说同一个族群 买一档就可以了 都是足底的 那现阶段来讲 这个是不是足底 你有把它拉远的话 你会发现 它是重挫 跌幅超过五成的 但是EPS是倍速成长的 那这个在低档区 第一个不容易赔 有机会撞波段 互乖离太大 EPS成长 第一季0.68 今年赚2.7 这四倍 人气我取 对不对 他现在是大涨 有没有事先讲 我是操盘 真希望大家都能赚钱 在第三季 你要享受红利 两年一次的红利 那目前来讲 选对族群 EPS成长的低脉 你就有机会 南电新兴也是 也是往上走 那新兴之前在这里 我说盘头你要避开 你又去追 那这里足底该买 你又不敢买 自己去看一看 该出手不出手 该买进又不敢买进 那现阶段来讲 机会来了 这几天震荡 那你要注意第三季 跟选举 那这些是享受红利 那你要找机会 一档一档去操作 那现阶段来讲 像这种重挫足底 EPS成长的股票 它都是值得你去买 低买 赚波段对不对 买对且低买 赚钱的几率会比较高 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来帮你 谢谢大家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落资人应独立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打败懒得动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与之路 知识发现 02-2752 5868-2752 5868-2752